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請你跟我這樣過 所以聽得知覺選一張 就可以知道2013年 我的運勢到底如何的喔 來來來 1 2 3 4 大家看好了沒有 好了 那個圖不代表裡面的內容 對不對 不代表 我們現在一套詞曲 好 來 1 2 3 4 請選擇 好 3 2 3 還有人選兩個的 副選啊 4 沒有4啊 4 4 好 所以大部分 都沒有人選1欸 3的機率最高欸 對啊 真的耶 沒有1 2也只有一位 對不對 欸 那我們就這樣子 先從沒有人選的好不好 1沒有人選 但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選好了沒有 趕快來對一下喔 來 1 2 3 4 我們先從1來好嗎 好 如果觀眾朋友們選到的是1的話 2013年你的運勢如何呢 你的運勢要小心 無心踐踏 小人反撲啊 對還好 恭喜大家沒有選到 好恐怖喔 那其實這個徵兆 從2012年的時候 你就已經發現了 你中間可能會有一些 是非糾紛 或者是說 會有人際關係的一些旁邊 會有一些小人在後面 撐你後退 你明明就已經很努力了 可是在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 為什麼總是會有些人 在你最忙的時候 或是工作最順利的時候 就會把你拉一下 把你拉下來 那你真正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選到這一張 也不用害怕 你只要把耳朵關起來 沒有聽到 然後很多事情 你就是盡量 往你想要的方向走 不要去聽 不要去理會 你還是可以安然的度過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 因為競爭對手 他會嫉妒你 所以呢 你通常呢 最好的辦法是 跟你的競爭對手 變成好朋友 對 然後你們可以合作關係 當兩個之間有一個互動 或是合作的對象的關係的話 可能你反而無形當中 會交到一個跟你個性很像的好朋友 好 再來二 佳玟 好 如果關於我們佳玟 佳玟要選到二的話 二的話二年三年 你的運勢怎麼樣呢 是心機過度 身體不適啊 對 那這個心機過度 不代表是你是一個 很有心機的人 代表的是呢 你平常就想太多 思考太多 好煩 對 那這種人最常出現的狀況呢 就是他平常工作一整天下來 他回到家裡面睡覺的時候 他都會去想說 他一整天發生什麼事情 對誰說了什麼話 那句話不OK 然後這件事情怎麼樣 他會反覆的去思量 然後檢視自己 那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有看到他戴一個面罩嘛 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他有一些狀況 他覺得他現在的狀況 不適合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有時候對自己的批判太多 會打壓他自己 那如果你選到這張 要小心身體的狀況 因為很多的負面能量 負面的想法 就會造成你身體上面 會有一些影響 建議你最好的辦法就是 正面的思考 然後很多事情 如果你有想到一點點 擔憂的事情 譬如說 我擔心錢會不穩定 那你可能就想說 不會 我會賺到很多錢 就是你要把負面想到 變正面的那種方式 然後你就練習正面思考 正面思考 大家跟我一起來 對 好 來 再來我們來試好不好 試現場有三位的媽媽 對不對 因為三最多嘛 我們三加軸 還是 如果觀眾端然選到是4的話 2013年你的運勢怎麼樣呢 你的運勢 桃花盛開 終成 天堂 終成眷屬啊 恭喜 已經結婚了耶 結婚了怎麼辦呢 結婚了 有爛桃花 爛桃花 對 因為如果你是在婚姻中的人 你還是有桃花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小心爛桃花 你會發現說 這個時候你人緣很好 他很可怕有爛桃花喔 沒有 我打算再生一個啊 對 在婚姻中的人 如果遇到感情對象 他平常已經很無聊了 兩個人常常就是兩眼相望 沒有什麼話好講 這個時候剛好是可以 重新戀愛的時刻 那如果是單身的 很久沒有伴侶的人 也恭喜你 就是在這個時候 你只要努力去尋找 你都可以找到真正你要的人 那一定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OK 再來人數選最多的是三號 三號 要開大獎喔 準備 三 如果觀眾沒有選到三的話 那 就會是 恭喜你 工作上門 耶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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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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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這個是意外的工作啊 很多你原本預料 不到的工作 都會自己找上門 唉唷 但是呢你卻沒有準備好 因為你會覺得 那好像我們不習慣 什麼 比如說要NO哥拍寫真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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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人找我出唱片 唉唷 因為我本來就不會唱歌 但是你會Rap啊 怎麼辦 又會打鼓啊 那我就趕快臨時來練歌 練得起來嗎 其實這2013年代表示 你要勇於接受挑戰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要勇敢去嘗試 好不好 這就是你突破的關鍵 只要有人找 你不管是錢 任何這種狀況 你就是好我去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在中間就會遇到貴人 在中間就會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你不只會賺到錢 你還會賺到好名聲 很棒 所以有人 接下來請你拍內褲廣告 一定要請 對 什麼內褲 找我拍酷話都接了 好不好 那個濃濃酷話的老闆 趕快來找我 對 剛好是NONO 好不好 有道理 剛剛在星座上面 我們有分享的這個 黑翻紅 紅翻黑 那其他的星座 我們大家沒有share到的怎麼辦 你關心你自己 那我們就趕快來說一下 好 沒有提到像 像這一組 基本星座 牡羊巨蟹天秤摩羯 其實從2010年到現在 已經三四年了 你們都一直在登滾 我們說辛苦你了好不好 那牡羊星座 我個人覺得現在就是 安內跟染外的問題 就是先安內 比如說家裡 爸爸媽媽的事情 你還是要處理啊 健康狀況還是要處理啊 這不是工作機會 上門就可以解決的 有很多事情 就是排在工作的前面 你就是遇到很多這一類事 或者是大環境 對你很不友善 比如說你就是房仲 現在就是奢侈稅 以前你很霸氣 你很我行我素 可是你現在柔軟了 會聽別人意見了 懂得配合了 我告訴你的運 就開始好起來了 以前都會有時候工作很多 我就覺得好煩好累喔 可不可以休息啊 可是真的要休息的時候 坐在電視機前面 看著大家工作 就是我熟悉了十幾年的朋友工作 你會有一種覺得 我還遇得到你們嗎 然後如果還能夠回來工作嗎 那個心態要調耶 會 然後就會 而且也會有遊玩意識對不對 會 在家裡想說 電話怎麼都沒響 對 就之前馬國賢啊 就有一陣子很不亡 很不亡啊 然後在家裡很慌啊 已經一個禮拜沒通告了啊 天啊 是不是手 手機一直沒想 沒有人來發通告 怎麼會 是不是手機壞掉了 用自己家裡打一下 會響啊 然後就放著在等 晚一點過一個小時 就開始 會接來電 好開心喔 剛剛自己打的 真的嗎 會慌啊 會慌啊 而且那個慌是 比如說 比如說像我去年11月 又陸續的開始工作啊 會有一點 會覺得還可以這樣嗎 自己還 還可以跟得上那個tempo嗎 因為離開一段時間了 要再回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又熟悉又陌生 你其實會緊張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得到很多 真的是感恩 沒有 你放心 你其實表現得很棒 謝謝大家 好 那巨蟹座的朋友 其實巨蟹的朋友 2013年 我不會說你運不好 你下半年就好運了 但是 我還是覺得 對巨蟹座來說 他還是有一種 步步為營的感覺 他的實力還在啊 但是他實力越堅強 遇到的輿論啦 或者是對手的那種 擺明的挑著你對幹的 這種情況就越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是看巨蟹座的智慧了 你能不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然後你能不能跨出那個自閉的那一步 你懂得跟別人溝通 然後你懂得跟別人做朋友 光明一點 我覺得你的運就會好轉 摩羯 因為我覺得以燈鼓來說 他算是最敢燈鼓的 就像許潔輝一樣 我主動的丟掉了某一樣工作 我主動的爭取了某一個新工作 這些都是他主動來的 所以這一年 2013年我們已經看到摩羯座的成績 非常亮眼 像謝金燕也是今年跨年最紅的明星 他就是摩羯座 對 所以摩羯的運是蠻好的 請你繼續把握 我們就說天蠍座不要自作自壽啦 什麼 自作自壽的意思就是 說什麼 你的問題 我聽不懂 你如果有任何問題就是個性的問題 比如說婚姻如果不順利 那就是可能你 一 可能太教重 有可能 二 你寵壞你老公 你活該 雙子座的朋友呢 現在生活已經不像穩定狀態 所以你任何事情以長遠來考慮 比如說接一份工作 你不要再走那種變來變去的路線了 你就給我好好的待著 你的好運都是因為好好的待著而開始的 那你的財運 正財運就會很好 那處女座的朋友 那就不用說了 你們現在正在浪尖而上 你們只要持飲保態就好了 因為我們說處女座會走出名的運 好 出名的運代表什麼 出頭鳥你就要小心啦 你做得好有人鼓掌 你做不好有人給你虛聲 但是不約而同的 你都還是有貴人照著啦 就算被人家虛一把也沒有關係 趕快練好功夫再上場 你還是很紅的那一個 而且基本上你是既然有貴人運 一般大眾也是你的貴人 大家對你是很寬容的 我會照你的啦 謝謝你啦 我跟我們總經理講一下 可不可以看這個 待中間一到日好不好 拜託啦 從晚上八點播到晚上十二點好不好 是是是 不好新聞啊 那除了財運工作運運之外呢 其實很多人重視像剛剛那個 全文傑講健康 很重要 你沒有健康 你有什麼夢都沒有辦法實現 對不對 超級愛健康的觀眾 快豎起你的耳朵 2013年的健康慾 馬上大公開喔